如果你想要瘦手臂,瘦后背,瘦肩膀变得更薄一点,更好看一点,再加上可以美胸的话,一定要做俯卧撑,但大部分女生连一个都做不起来,要么就做错,导致手腕疼,或者是血翻筋越来越发达,今天我用教练培训班级别的讲解,让你知道俯卧撑应该怎么做,先来到斜板室,双手打开与肩同宽,膝盖跪地,第一个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手和膝盖的距离太短了, 先拴腿交叉,把膝盖往后挪一小步,把身体拉成一条直线,对,第二个容易出现的错误呢,就是容易塌腰,看到吗,整个腰塌下去,屁股撅起来,所有的压力都在腰椎上面,所以一定要把尾骨往里卷进去,那第三个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在往下做的时候,手肘会向外撇开,那这样的话,你的手腕就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,手腕就会疼了,所以在向下的时候,一定要记住,把手肘夹, 夹住你的身体,慢慢地向下沉下去,看到吗,手臂贴紧,然后推起来,第四个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在向下的时候会耸肩,那整个斜方肌就带长了,所以一定要注意,保持肩胛骨往后拉,把脖子向前拉长,头顶向前推的感觉,然后保持头顶向前推,肩胛骨往后拉,然后做俯卧成向下,挺到一半, 然后再推起来,最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,就是当你推起来之后,一定要去找到肩胛骨向两边打开,让胸口地面的距离拉开的感觉,这个时候你的胸就会用力地向中间收紧,所以就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胸肌,重复做三到五个,能做多少做多少,我们不要求次数,我们要求质量, 做完之后退回到婴儿室,放松一下,休息个三十秒,然后做第二组,做三到五组,坚持一段时间,你会发现手臂变紧致变细了,肩膀变薄了,一次肩出来了,胸形也越来越挺拔了,后背也变薄了,所以这个是俯卧成,女生一定要学会这个动作,最后别忘了关注我,教你更多瑜伽练习干货